Google日曆一進來之後,預設應該是在週 不過通常我比較喜歡月或者是三週 這是兩週 如果你電腦螢幕比較大一點,可以用三週 這個地方是可以改的 這裡,我們可以到這邊設定裡面 你可以選擇這樣就誰 幫大家一點還記得吧 視力馬上變好 對不對,你往下走 預設的檢視有看到了嗎 有沒有,這裡 所以你可以選擇,預設我要進到月這個地方可以改一下 還是你要自訂的,有沒有 我要用三週 希望預設進來是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呢 就OK囉 三週 不好意思,這裡有儲存喔 可以嗎 這裡是有儲存喔 改完記得儲存一下 也沒有這樣變三週 對不對,因為四好像有點 比較多一點點 那進到這裡來,我先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用過日曆的功能 有嗎 它其實大部分我 會跟我的Gmail做整合 也跟手機同步 對啊,也跟手機同步啊 這是很重要的啊 那如果你只是把它當日曆 我是覺得稍微可惜一點點 所以我先給你看一下我這邊的郵件 這裡 大部分我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交辦的事情 都會從這邊進來 對不對 都會從這邊進來 所以呢,你可以這樣 不過Google的郵件 如果你這樣用 我是覺得不是很好用 我先停一下 我可以看我平常在用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的這邊 信箱 你可以來這邊 你看 郵件裡面有沒有叫工作表 你可以把它打開 右手邊這邊就會跑出來 有沒有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了 我從這邊打開 是不是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哪一個郵件 欸,是我現在有用到的 反正這邊我都是垃圾比較多 這邊都沒有什麼新 好 我就找一個 比如說這裡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上面是不是有個標籤 對不對 你可以套用自己的 或者建議一個新的 那更多裡面有沒有叫新增制工作表 好 新增進來之後 如果你這個是有時間性的 我可以點一下旁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到期日 這個時候它就會整合到我們的Google 日曆裡面去 比如說 29號到期 好 這樣就好了 那你看一下我們的日曆 重整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 有沒有在這裡 這樣了解齁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一般的使用 像這樣點一下 對不對 一般的使用 應該大家比較沒問題 點一下你就可以增加 但是有一個蠻重要的喔 請問 日曆可不可以 很想用語音有沒有 哈哈 可以嗎 可不可以加附件 你覺得呢 好 我就先編輯一下囉 你預設是整天 可不可以只有某一個時間 比如說我們上課的 這個延期的時間是下午2點到5點 對不對 指定好 那要不要重複 是重複性的 你看這邊 有沒有新增復健 還了解齁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用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設定不同的顏色喔 不同顏色有時候我們在做區別 比如說這是哪一個工作的 或者哪一個專案的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清楚一點 你也可以用不一樣的顏色 那要不要通知你 是到的時候通知還是 甚至可以透過E-mail通知 通知你說有沒有空這樣子 好你看把它儲存起來 有沒有發現顏色真的長得不一樣 有沒有 這樣了解齁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就蠻方便的 只是說你可以跟你的 Google的那個帳號做整合 當然如果你今天在這邊 不要 你也可以在這邊增加的時候 你看我一點 增加平常我們用的叫做活動 其實旁邊你有沒有發現 有個叫工作 也可以從這裡啦 有沒有 只是它的那個就比較單純齁 你看就這樣建立 就這樣而已 哇 如果你完成就打勾 表示這個作業做完了 這樣有了解齁 所以簡單的你可以像這樣 那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日曆本身 你看我左邊有沒有好幾個 你應該不希望生熟不分吧 工作也是家庭的 家人的也是你的日曆 這樣不是會混在一起嗎 所以我們蠻建議各位 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 有沒有建立新的日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搭配 像我這邊有個測試用的 我只想要看測試的 你就把這邊勾起來 他就測試的才會跑出來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 比如說跟我工作有關 我就這個來跟別人做分享 有沒有一個共用此日曆 比如說你們那個辦公室 我們這個科 或是哪一個辦公室 我就共用同一個大家共同的日曆 這樣是不是大家行程安排上 就會比較有一個就是方便調整 對不對 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誰哪個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有什麼事情要做 就不一定就只能依賴 就是辦公室那個行程表 這樣了解 了解齁 我給你看我那一邊的 但是這個要暫停 剛剛沒有錄的這一段就是 這邊增加之後個別顯示 那你看一下我這裡 我的部落格上有沒有一個叫做 課程行事例 如果你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我只讓你看到 忙碌或 有沒有 這樣有了解嗎 這個是忙碌的 7月份的 8月份的 這樣有看到齁 就是如果是有的 就是在這邊會顯示出來 但是我不希望讓你看到詳細的 只要你知道什麼 那個時間在忙 這樣子 這樣了解 好 所以 剛剛已經有透露 考題的答案囉 哈哈哈哈 你要自己注意一下齁 所以日曆的部分 我們先暫時先介紹到這邊 好 好 챸 不妙